我接下来想要跟你们继续分享 既然我们谈到这边 我们谈一个最多同学问我 投影片编码的新功能 它不算新功能 反正加上去了一个小功能 请问一下 这是封面 这是封面页 所以通常封面页 我们要不要设页 不要 对不对 好 那请问这是不是 是第二页 所以它应该要有页 所以我们现在来去加入页 这真的是PowerPoint的一个 还蛮不错的变化 首先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简报 插入页 插入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投影片编号 然后这边点投影片编号 对不对 这边多增加了一个功能 投影片里面有一个叫做第一页的投影片 就是标题投影片中不显示 可以吗 它这边多增加了一个功能 其实你去看一下 你现在的版本 如果不是2016 2019 其实它里面 我已经忘记它从什么时候开始了 这个新的功能 就是多了这个选项 好 然后请点选 全部套用 请问第一张投影片没有页吗 可以吗 第一张投影片没有页吗 第二张投影片是不是出现了一个2 因为它本来就是第二张投影片 好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有同学说 老师我不想要从2开始跌 我想要从1开始跌 会不会有这个需求 有 有哦 好 那我们现在教你说 怎么把这个2变成1 那当然3就要变成2 好 我们来看看怎么编 在设计里面 投影片大小 很特殊哦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给你们听 可是它真的就放在这里 以前它放在档案底下 在这里 点选设计投影片大小 然后制定投影片大小 可以吗 请点投影片大小 然后请把投影片编号起始值 设成从几开始 从0开始 0开始 而且能不能变成-1开始 不行 投影片的编号怎么可能从-1开始跌 好 它只能从0开始跌 确定 你看哦 这个是第0叶 所以没有叶嘛 无所谓 然后这个是第1叶 是不是出现1 可以哦 好 那我想这是 让大家都了解说 投影片的业嘛 如果当我今天要编辑的时候呢 如何快速去完成编辑 而且要从1开始编 应该是说 第二张投影片 它从1开始编的方法 好